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温威独播》 我是Jennifer 12月14日 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进行投票 确认胜选者 然而美国总统选举舞弊案仍在诉讼期间 被左派媒体称为当选总统的拜登 发表了针对选举人票认证的演讲 演讲期间 拜登不停咳嗽引发外界关注 此外 该演讲在YouTube个人频道的在线观看人数 最高峰时也只有不足7000人 有评论人士表示 他哪里像拥有8000万选票的当选总统 在六大摇摆州的威斯康辛州 密歇根州 乔治亚州 宾州 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州政府选出的选举人团 把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和参议员贺锦丽 而州议会共和党选举人 将替代票投给总统川普 和副总统彭斯 同时 新墨西哥州也出现了两套选举人票 该州的共和党选举人团 把票投给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 使得这7个州出现了 两组当选人对决的局面 就在当天 川普团队仍在各州进行诉讼 法律战仍在进行之际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再次发表所谓的获胜演讲 在大约10分钟的演讲中 拜登主要是攻击川普总统团队 进行的法律挑战 并嘲笑川普几十个案子 没有一个赢了的 他还称这次选举公平和透明 在演说期间 拜登YouTube个人频道的 在线观看人数 最高峰只有不足7000人 一天下来 累计观看人数也只有十来万 有评论人士表示 他哪里像拥有8000万选票的当选总统 英国《每日邮报》12月15日报道是 拜登在选举人投票结束后的演讲上咳嗽 另一些观众精神紧张 美国保守派媒体人欧莱利在推文中说 拜登喉咙有问题 发表演说有困难 他还指 拜登如果聪明 就该说会调查选举舞弊 好安抚愤怒的选民 可是他错失了这次机会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记者德特罗说 现在推特世界中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拜登在演说中不断地亲喉咙与咳嗽 这是我听过持续最久的咳嗽 一名网友统计后说 拜登在14分钟的演讲中 共咳嗽了17次 拜登在与记者的直播交友中说 自己只是有一点感冒 拜登竞选团队称 拜登最近做过新冠病毒检测 检测结果为阴性 美国总统川普12月15日表示 日前公布的一份关于多猫腻投票机的 初步审计报告是个大新闻 报告显示当前的选举结果是错误的 在另外两条推文中 他说很多川普选票都被投给了拜登 全国各地都是如此 这场假选举再也无法持续 共和党人快行动吧 这个报告显示了大规模违规行为 改变了选举结果 川普提到的这份审计报告 由数据公司同盟特别行动组给出 本月初 密歇根州第13巡会法院法官 卡文·埃尔森·海默 拼准了贝利素安特里姆线案的 法证检查请求 同盟特别行动组公司团队 受聘对安特里姆线的多猫腻精细 进行了检查 团队取证复制了该线的选举管理服务器 并拿到了相关闪存卡和USB记忆棒 初步审计报告指出 多猫腻系统的设计是故意的 有目的的 其固有的错误是为了制造系统新舞弊 影响选举结果 该系统故意产生大量的选票错误 然后电子选票就被转送裁定 故意的错误导致大量选票裁定 在没有监督 没有透明度 也没有审计追踪的情况下 这就导致了选民获选举舞弊 根据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结论是 多猫腻投票系统不应该在密歇根州使用 我们的进一步结论是 安特里姆线的结果不应该被认证 14日 法官埃尔森海默同意取消保护令 允许公开对机器的法证检查结果 川普在推特贴文中赞扬了这位法官 认为他是备受尊敬的 并说感谢法官的天才 勇敢和爱国精神 他应该得到一枚奖章 密歇根州务卿 民主党人乔塞联本森 和州总检察长德纳·耐瑟尔则称 这份报告缺乏可信的证据 来证明存在广泛激诈或不法行为 川普竞选团队律师珍娜·爱丽丝 在报告公布之前就表示 报告对整个选举呈现的努力而言非常重要 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 目前正在争夺关键战场周的选举结果 并表示选举还没有结束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司法部长巴尔将离职 由副司法部长罗森接替 在选举纷扰之中成为代理司法部长离职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14日向川普提交了辞呈 而后川普发推表示 杰出的副检察长杰弗·罗森将成为代理检察长 备受尊敬的理查德·多诺修将接任副总检察长职务 罗森今年中曾警告外国势力 可能介入本次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将巴尔的辞职信发表在推特上 并说 我刚与总检察长巴尔在白宫举行了良好会谈 我们关系很好 他做了卓越的工作 举信他将在圣诞节前离职 与家人度假 巴尔曾被认为是川普重要盟友之一 但据《华尔街日报》说 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的调查 在今年春天就开始了 巴尔也了解这个情况 川普对这个调查被拖延非常恼火 另外据法新社消息 川普也不满司法部长巴尔 对这次大选违规问题的调查不利 巴尔作为总检察长 他的角色应该对大选违规问题 发起调查和起诉 但是他在12月初向美联社表示 当时尚没有发现大选违规的证据 而川普阵营发起多项指控大选的诉讼 而今年8月 罗森曾警告外国势力 恐将介入本次美国大选 对于本次大选的违规疑云 罗森表示 某些外国势力想隐蔽地摧毁我们对选举的信任 因为他们是威权政府 站在民主政体的对立面 罗森在2019年5月才接任副司法部长 当时的参议院投票结果为52比45 共和党全体投下赞成票 正式认可罗森成为副司法部长 当时外国势力是否介入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在美国政坛引发的政治焦虑仍未羞邪 调查通俄门的特别警察官穆勒 也才刚发布了他的调查报告 该份报告写道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川普进选阵营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真的通俄 但由于该份公开报告有几处删结 民主党于是力促罗森释出未经删结的调查报告 而罗森当时回应表示 他不是能做出这个决定的人 14日当天 美国多州出现了罕见的对决选举人现象 几州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推出各自的选举人团 两套人马分别投票 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一员 莫·布鲁克斯在采访中说 川普总统事实上赢得了美国大选 布鲁克斯誓言要在1月6日的参众两院 全体大会上挑战选举人团认证 并呼吁至少一名参议员站出来跟他一起战斗 维护美国选举制度的公正 布鲁克斯在接受福克斯主持人卢·多布斯采访时说 在国会挑战选举团结果并不少见 比如2016年川普获胜后 民主党就在2017年挑战过阿拉巴马的选举人团 他表示 法律规定非常明确 众议院与参议院拥有合法权利 决定接受或拒绝有选举违规州提交的选举团认证 布鲁克斯还说 现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选违规 如果我们只统计合法的投票 川普将赢得选举人团 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我们不应该计算非法票和让非法总统上台 布鲁克斯继续说 美国之所以是一个共和国 是因为有一套诚实和准确的投票系统 如果没有一个诚实和准确的投票系统 共和国将无存 那些窃取选票的 进行选举欺诈并逃脱惩罚的人 将在华盛顿统治 这不是开国元勋们想要的 也不是一百万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想要的 我可以坐下来选择投降 我也可以选择为国家而战 我选择后者 因此在1月6日 我将反对那些我认为存在违规的州的认证 他说 我需要的是一位美国参议员跟我一起行动 这将迫使参议院和众议院表决 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个有缺陷的选举 根据选举计票法规定 选举团的票将被运往首都华盛顿DC交给彭斯 最终交给国会 明年1月6日的参众两院全体大会将确认当选总统 根据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规定 彭斯要在两院出席的情况下 公开所有选举人证书并点算票数 但是按国会规定 只要同时有一名参议员和一名众议员反对 就可挑战选举人票取向决定 反对拜登胜选结果 之后将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分别投选副总统及总统人选 乔治亚州在2020年选举中未受关注 该州已确认有1736名选民犯有双重投票 根据乔州选举官员的说法 大多数双重投票选民都是民主党人 他们通过邮寄或投票箱投出邮寄选票 在选举日又亲自投票 根据州法律 这是一项重罪 但尚无一个作弊者被起诉 这导致人们担忧 该州在接下来的关键的参议院竞选中 还会继续进行选举欺诈 官员说 犯罪比例最高的是亚特兰大市所属的富尔顿县 许多人在投票站工作人员的允许下 投出了第二张票 虽然涉嫌双重投票重罪的人数 是该州历史上最多的 但专注于调查新闻的美国网站 Reclear Investigations了解到 没有任何案件被提交给州检察长进行刑事调查 乔治亚州总检察长克里斯卡尔的发言人贝尔德说 到目前为止 该办公室没有接到和2020年6月初选 或2020年11月大选相关的双重投票案件的移交 这直接驳斥了乔治亚州州务卿 拉芬斯珀格上个月做出的承诺 起诉那些试图破坏我们选举的人 在法律的最大范围内 乔州一些地方官员 曾希望至少有一些双重选民被起诉 以在下个月的参议院第二轮选举前做出榜样 阻止其他作弊者实施欺诈行为 我对我们的选举法缺乏执行力感到非常失望 福西斯县共和党籍县长戴尼斯·布朗说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 我们将在1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中得到同样的结果 根据乔州法律 双重投票是一项重罪 可判处1到10年监禁和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 15日凌晨1点时 中国四川省卫健委党组书记静静 受省领导委托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通报川航一名国际货运航班飞行员 14日22时22分确诊为入境输入病例 在确诊前 该飞行员高某曾到绵阳江游一酒店参加300人的婚宴 目前与高某密切接触者至少有22人 举行婚宴的酒店 以及该飞行员居住的小区、酒店均被封锁 综合路媒报道 26岁的高某11月29日从洛杉矶被抵成都 隔离期间核酸检测为阴性 12月9日高某执行成都、济南、成都的飞行任务 之后继续隔离至12月12日 12日当天高某自驾赴绵羊姜游参加300人的婚宴 12月14日高某在华西医院核酸检测为阳性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与高某在婚宴现场密切接触者至少有22人 均被隔离 而半里婚宴的酒店将由博金八灯酒店的周边路口 已被交通管制 酒店不对外开放 酒店内约有170位客人均不得出入 酒店客人和工作人员均被要求做核酸检测 由于高某曾入住人寿县黑龙滩长岛周期酒店 英迪格酒店 这两个酒店目前也被封闭 官方要求曾于2020年11月30日14时30分 至12月8日15时30分 在人寿县黑龙滩长岛周期酒店 英迪格酒店入住 或在酒店区域内活动过的所有人员均被要求检测 有些仍在排查中 此外高某的住处被封闭 所有外卖人员均不得进入小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